今天我教大家做月饼系列当中的脏脏月饼 它有着浓郁的巧克力味 搭配着奶酪 干果 果干 味道实在是妙吧 朋友们千呼万唤使出来的配方和做法 我已经教给大家了 大家一定记得收藏起来哟 我们做月饼的时候先处理馅料 我们先将我们的葡萄干用朗木酒 泡一到两个小时 因为其实我们的酒的成分 它会更香一些 将核桃 榛子 我们的橙皮丁 还有蔓越莓干将它切碎 接着我们将泡好的葡萄干瀝出来 放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将奶油奶酪倒入盆中 将它搅拌至顺滑 从豆沙加入到我们的盆中 搅拌好后 加入提前准备好的干果 将它们混合一下 馅料做好后 放上保鲜膜放进冰箱 冷冻至我们用手去摸它 它没有那么粘手 可以团成团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将馅儿从冰箱里面取出来 分成25克一个 撑好后我们将它搓圆 然后放在烤盘上 继续放在冰箱冷冻备用 接着我们来做饼皮 将奶油奶酪 糖粉加入盆中 现在按压 将两者混合 看不见糖粉为止 好 我们接着加入黄油 我们的黄油和奶油奶酪一定是要提前 让它回温才可以使用的 我们搅拌顺滑 将高筋面粉 杏仁粉 还有可可粉 一起塞入 粉类塞进去后 我们用刮刀将它切拌 将面粉把黄油吸收 面团差不多成团后 然后我们戴上手套 将它稍微揉光滑一下 用保鲜膜将它封起来 松弛半个小时 饼皮我们松弛好后 将它分割成25克一个 将它搓圆 将我们的夹心取出来 然后包馅 将饼皮按平 然后将馅放在中间 然后收起来 稍后搓圆 好 我们的这样一个就包好了 裹一点玉米淀粉 放入我们的50克的模具中 放进冰箱继续冷冻 好 我们用下火160度 上火190度来预热 然后我们将月饼拿出来 让烤箱中下层 我们设置15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想做立体一点的 你就将我们的月饼放在冰箱冷冻一晚上 然后第二天早上再来烤 好 现在我们来做巧克力酱 我们先将淡奶油提前加热至50度 然后将我们的巧克力倒进去 我们搅拌好后 放上至我们的手摸不出来它的温度就可以了 我们的月饼差不多也放上了 蘸我们的巧克力酱 打上一层防潮可可粉 三张月饼大家就学会了吗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